接着再带您来看到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主办 木兰文化承办的第十届文会奖 全国身心障碍者的文艺奖得奖作品 目前是正在花莲文创园区展出 而在30日上午是邀请国立花莲特殊教育学校高二的学生 来进行户外教学 除了是绘画创作 也在展场内呢 触摸欣赏身心障碍者的作品 也借此机会能够鼓励学生走出户外 并沉寂在这个艺术的陶冶之中 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主办 木兰文化公司承办的第十届届文会奖 全国身心障碍者文艺奖得奖作品 正在花莲文创园区展出 30日上午 特别邀请国立花莲特殊教育学校的高二学生 来到花莲文创园区进行户外教学 从绘画创作开始 运用双手和想象力 接着再安排到展场 欣赏其他身心障碍者的创作 因为我们常常是在学校里面 能够让他们走出来到户外 然后参加这些艺术的一些 看一下艺术的作品 然后可以增加他们的艺术的陶冶 那因为我们在学校也有一些艺术的创作 那能够来到这边 然后欣赏其他的作品 我觉得增加身心障碍者的一些心理的陶冶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很多时候我们的身心障碍者 因为他们的能力受限 可是其实不要就是看到他们的障碍的状况 他们其实能力是很无限的 那可以透过绘画 像他们的用色是非常大胆 哪怕是很简单的图形 我觉得他们做出来 他们画出来的是非常的和谐 让我们看到是非常和谐 然后没有冲突的感觉 那所以可以透过艺术 然后让我们让大家看到 我们身心障碍者的 他们无限的能力 18位高二学生在14位老师的重旁协助下 在点线面绘画的创作 有更进一步的发挥 在展场上也借由点字和语音导览 辅助双手的触摸 感受其他身心障碍者的创作能量 花莲特教学校生育组长吕芷璇表示 身心障碍者的创作 常有无限的能力 期盼能借此鼓舞这些特教学生 肯定自己并发挥无穷的潜力 记者讲方言 华林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